提过任何的语言 亲爱的笑笑 小顾 不知不觉已经七年过去了 如果你们此刻正在一起 拆开我写的这最后一封信 那么 首先 要祝贺你们 走过了七年之遥 都说七年是婚姻的一道坎 你们能在一起走过来 我也就基本上放心了 就像在你结婚前 我说的那样 爱不需要刻意学习 或者磨砺 只需要你们相信 愿意付出 婚姻却需要经营 在我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 你爷爷送了我们四个字 如今 我转赠于你们 莫忘初衷 现在 你们过得幸福吗 爸爸 你放心吧 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每天都很开心 对了 爸 笑笑明年 就要举办自己的演奏会了 爸 他现在越来越严肃了 为什么 医院里的很多医生跟护士 都特别特别怕他 爸爸 告诉我一件开心的事 您现在有个特别可爱的外孙 对啊 爸 他已经上幼儿园了 淘气得很 他今年三岁了 今天我跟顾薇会带着他去看你的 瞬间的特别 爸 你放心吧 一切都好 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个家 照顾好笑笑 牵着一双手 在漫长的世界 低过任何的语言 世界 大得有些 有我在你身边 和你并肩 穿过黑夜 都懂明天 每个心愿 一起实现 一眼的孤单 被你难成勇敢 我在回忆里惊叹 你给的 最尝尽的答案 简单的浪漫 是我爱的平凡 不过是用余生 paper oh go'd 有 是 排派 校面 他